Hello,大家好,我是Sara 现在我已经回到了澳洲的家里 然后最近也是小小的消失一段时间 因为我回国了 回去了一整个夏天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除了在北京玩耍之外 我还去了不同的地方 去了阿那亚,去了云南 还去了上海的迪士尼 后来还去了烟台 所以就是还挺奔波的 然后我还首次经历了我羊了 然后体验了一下宝娟嗓 到现在我的嗓尾也没有完全的恢复 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卡坛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就发现了很多旅行必备的好物 以及到我回来我都离不开的好物 所以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分享给大家 像这种短时间的搬到一个地方去生活 我们行李额是有限的 所以不可能带特别多的东西 从穿的到戴的一定要精简 而且必须是百搭的 然后在我回国之前 我刚好就收到了安大路西亚的首饰 所以我就带回去了 因为它是这种很小的帆布的袋子 直接放包里就可以了 包括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它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我自己真的是带了一整个夏天 我觉得它的使用频率实在是太高了 首先就是这套白色的底色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柔和的这种奶白色 因为像夏天我们衣服都是比较多彩的 尤其是今年夏天是充满了多巴胺的 所以这种简单颜色的首饰呢 其实在彩色的衣服里边会更加的明显 它这个里面是有一个白色的这种背母 它这个背母很自然 是有那种纹路的 所以就是很精致优雅 你看它这个项链柱 是一个这种方圆的形状 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是很合适的 就是它在这种衣服里面就是很明显 但是又不夸张 所以就可以搭配各种各样领子的这种衣服 我在整个的旅行之中 我发现它这个链条是不会打结的 这个简直太好了 就省去了很多早上解扣的这个时间 然后它后面又是三档可调节 所以就特别的方便 这个戒指戴在手上就非常的明显 然后它虽然看起来这种很胖胖的大大的 但是它侧面的这里就是很窄的 所以戴在手上就不会各手 非常的舒适 又可以和这个项链搭在一起 就很有整体性 这个戒指托 包括链条都是金色的 所以又可以和一些其他金色的手势 比如这种耳环 比如其他的这种金色的戒指 来做一个叠搭 都没有违和感 还有另一个戒指 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它是像这种表袋的感觉 也是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被问的最多的 因为它真的很特别 它是这种软软的 在鞋带的时候 它就可以扁着放 像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这种同系列的表袋 我觉得这样一起搭起来 还是有那种很酷酷的感觉 像刚才这个白的可能会更优雅 表袋的这种系列 我觉得搭配一些非常极简的衣服 或者比较酷洒的衣服的时候 它就特别的出彩 这次我回去夏天真的很热 然后一出去就会出汗什么的 戴这些首饰它都没有出现过那种褪色 或者氧化 像我之前和大家分享的这种手链 包括耳环都都很早了 其实还是可以和现在新出的这些款式 有一个搭配 包括这次回国 我也选了一些Analusa的首饰 送给我的小伙伴们 然后他们也都很喜欢 出去玩护肤品肯定是少不了的 但是我自己真的很抵触 去戴那种瓶瓶罐罐 因为有的时候安检也很麻烦 我这次发现了一个超级方便的 就是来自Drunk Elephant的 一个旅行套装 它外面的这个小袋子很明显 但是它特别的能装 然后整体又不大 就像手掌这么大 材质又是防水的 有这个洁面 小支的精华 有早碗 这刚好就是早C碗A 然后这个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的正装 还多了一个B5的修复补水精华 我自己是离不开面油的 它刚好有一个小小的面油 还有一个小的面霜 我觉得就这一整套 作为我的一个出行护肤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Drunk Elephant它又是一个Clean Beauty 它是非常维稳的 我觉得出去玩 不要追求功效了 就是一定要稳定 不然你突然过敏了 或者突然泛红了 就很麻烦嘛 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玫瑰唇露 它是来自于土耳其的一个品牌 是采用了一个古法蒸馏萃取 所以它里面就是只是玫瑰花萃取出来的这种精华露 所以我是在回国的时候 第一个星期可能因为气候的突变 整个的脸就大过敏 就一下就不适应了 然后当时我就赶紧入手了这个唇露之后 我就用化妆棉把它敷在脸上 它真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脸都是变得那种软软嫩嫩的 非常的像剥了壳的鸡蛋 真的皮肤一下变得特别的好 然后我是入手了一个大瓶 我都已经用完了 送一个小的这种喷 旅行的时候用它送的这个小支 也是超级方便 Hourglass的这个固体唇蜜 这个固体唇蜜是我之前就一直想买 但是澳洲一直一直断货 所以我就趁着回国 然后买了它的三个颜色 然后这整个三个月的期间 我几乎没有用过其他的唇膏了 我就一直在用 涂在嘴上首先是有凉凉的感觉 因为夏天嘛 我觉得有一点凉凉的都是很舒服的 那种嘟嘟唇的感觉 然后它涂在嘴上也不黏 就是像我自己唇色是比较深的 很多这种比较半透感觉的唇蜜呢 它其实在我的嘴上它都有一点不显色 但是这个我觉得即使是很浅的颜色 它的遮盖力是非常强的 我是入了三个颜色 然后上面的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它是105 它是有一点点这种裸棕的感觉 涂在嘴上是那种非常清冷感 有气质 又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偏青欧美妆的感觉 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第二个它是125 125是我自己用的最少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它是也很好看 但是它是比较偏那种豆沙粉的 135我自己用的也很多 因为135其实看上去跟125差不多 但135上嘴会更加的偏艳丽一点点吧 它是有一点那种豆沙 它又有点带橘的 所以在嘴上会更加的明显 像我有的时候拍照 或者今天我给大家拍视频 我都会用135 因为它就是颜色更加的鲜艳一些 但是也是那种很温柔 然后也是比较显气质的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到哪都要带着它的好物 就是一个固体的香膏 首先它这个外包装超级的精致 是这种亚克力的 而且整个造型就是很有那种 建筑的雕塑的那种感觉 打开之后它就是直接拧出来 都已经用了有一半了 瓶瓶罐罐的香水 很容易碎嘛 这个就是不用 无论放在箱子里 还是说放在包里随时补涂 它都超级的方便 这个黑色是珍妮的铜款 它是叫做一丝味戒 然后你打开之后那个味道 真的就是让你感觉到 有一丝的味戒 然后它前调的是那种羊柑橘的 很清爽一些的感觉 那种花香调 但是尾调又是射香 所以整体感觉有一种清冷 但是它又是伴有着这种羊柑橘的花香 所以又会觉得很适合夏天 我觉得这个味道 应该是大部分女生都会喜欢的味道 它就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小个性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流香不是很长 我觉得大概可能一上午 或者一下午这样的一个时间 刚才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包包 可以把这个香膏 还有包括这种唇膏 小的喷雾搁在里面 然后这个即使它凸出来盖子一盖 它就是可以真的放很多 我太爱这小包了 再来和大家分享两个旅行必备的 首先就是疑似性的内裤 我这次回国三个月真的没有洗过内裤 一直穿着有疑似性的 国内出的这种疑似性内裤 简直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它就是像我们正常穿的这种棉质的内裤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它要稍微薄一些 每一个里边又是这种独立的密封的包装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拆开了 然后我觉得它还不是那种很丑的 就是它旁边还有那种蕾丝边 还有白色和黑色 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它可以出一个肤色 这样我们在夏天穿白衣服的时候 其实也是更实用的 然后就是我找到了 我自己穿的最好穿的一个那种打底裤 因为像我平时原来买的那打底裤 它都是包得很紧紧的 其实不是特别的舒适 但是我这次发现了它这种真丝质地的 穿在身上首先是没有感觉的 就像没穿一样 非常的舒适 然后这款呢 它在大腿这里是包裹住的 它是贴合大腿的 它不是那种像居家裤一样松松垮垮的 因为那种的真丝短裤 你穿了就等于穿了个寂寞 你防什么呢 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它包住了大腿之后呢 你就不会飞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太实用了 然后穿起来又很舒适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即使我们去穿那种比较碰一点的短裙 比如一阵风刮起来 它稍微露出来一点 也会觉得这个女生很精致 你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穿过最好穿的打底裤 我买了一个黑色 然后太好穿了 我又买了一个这种肤色 其实它这个肤色是有一点偏橘的那种 但如果我们穿那种完全包囤的裙子 那这个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了 这个冰勺呢 也是我现在完全离不开的一个好物 其实我之前有在Night Potay上面看到过 类似的这样的冰勺 它卖的好贵啊 但是这次我是发现了这个品牌 我就觉得价格还挺好的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它有一个这样收纳的盒 打开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像勺子一样 但是它是有厚度的 这样摇晃你会听到里面是有水的声音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如果放在冷冻里面 它刚拿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层霜 所以直接接触皮肤 我觉得是有点沾黏的 这样也是对皮肤有一定的损伤吧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像我自己就直接把它放在那个冷藏里面 它的这个凉度已经足够用了 因为它有两个就很方便很快速 尤其是早上我们比如很着急上班的时候 就可以左右开工 而且它这样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大的面去这样给眼睛周围这样消肿 也可以给脸这样一边刮 像刮痧一样一边就消肿了 它真的很舒服 在夏天的时候太舒服了 然后像我在自己用下颌线 就会用它的这个圆圆的这个边边 这样呢它力度可能是更强一点 就这样去给淋巴这样做一个按摩 做一个提拉的同时又可以消肿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每天早上都在用 最后呢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工具书 它也是我给自己买的一本关于护肤的工具书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现在大家接受信息的这种平台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信息量是非常繁杂的 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听了这样的那样的信息的时候 就会在自己脸上试 包括我自己也是逐渐的把我非常稳定的皮肤 变成了敏感 真的是三天一过敏 两天一泛红的这种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信息量 我们是需要沉淀下来 然后去真正的知道到底怎么样去护肤 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本护肤的工具书 非常的严谨 意该好懂 你不用从头读 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问题去翻到那一页去查看 然后它里面呢就是那种很基础性的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护肤 或者包括怎么样正确的洗脸 怎么选择护肤品 什么样的肤质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护肤品 包括护肤步骤以及如何去刷酸等等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也可以真实的去帮我们解决一些护肤的问题 那这本书呢它也是Amazon护肤类销量第一的书 然后它也是荣获了2021年英国图书奖 然后包括它的作者呢也是来自于英国护肤界的大佬 也是很多大牌的资深的护肤顾问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大家也是可以没事的时候去看一看 花小的钱就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嘛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这些分享的东西大家还可以像我一样那么的喜爱 然后安纳路萨的首饰呢 我会把它的链接写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大家如果喜欢呢也可以去信息栏里面查看一下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也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到更新的时候收到提醒 想了解我更多的穿搭以及生活呢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